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柯南海外差分版1058级的案件 钢琴奏鸣曲月光杀人事件 像,不得不说,我可真的邪厚 一个1000多级钱的老案子 拿出来重置一下 就成功水了两斤 也让我成功水了两斤 而因为这个案子很经典 粉丝们对此也都没啥意见 那么问题来了 众所周知 柯南里的经典案件还是相当多的 看来今后动画组水剧集的方向都有着落了 上集说到 毛利家被一封署名为麻生归二的委托性 引来了月影党 从而结识了岛上的女医生 前景城市 为了调查多年前就离奇去世的麻生归二 死人一家来到了公民馆找村长 结果还没来得及和村长谈话 公民馆就发生了命案 其中村长大壮和下一任村长后续人大富 离奇被杀 而二人的死亡现场都用录音机 播放着贝多芬的钢琴作名曲月光 木屋警官连夜出警 成功改善了大壮的去世 和大富的遇害状况相似 大壮死亡现场的播音室 也用磁带播放着钢琴作名曲月光 只不过这次是第二乐章 诚实医生作为唯一的专业人士负责验尸 完事后他告诉众人 大壮是在尸体被发现前的几分钟内去世的 木警官听一听现场的磁带后 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为磁带里的音乐声前正好有五分钟的空白 初步推断 凶手就是在五分钟前杀完人低拍这里的 这时 近视人员在被害人所坐的椅子下面 发现了一幅用猩猩划成的乐谱 木警官日常那里 不过看到这个画面 我也是很震惊的 因为这个血 它居然不是黑色的 虽然也不能说这是红色 但我还是被动画组的一点诚意感动了 看柯南的人感动的标准就是这么低 猫力当即推色 说和上一期爱爱字一样 这应该是被害者留下的死亡讯息 但柯南立即否定 只见他一边做着笔记 一边忘记身份 混入其中 从容推理 不对 如果被害者又画乐谱的事件 他为什么不直接出去求救 要知道老子抄一遍这个铺子 都上好要点 发金 猫力看不下去了 一巴掌把柯南拍进了鞋里 这把他自己和大家都吓了一跳 于是又赶紧拎起 并指责我柯居然想擦掉证据 不过庆幸的是 乐谱很给面子 斗大一个柯南 愣是一点都没给他刮刮 众人松了一口气 然而却没意识到 庆幸的现象背后 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 回到大厅 众人盘起了第一个发现尸体的阿黑 因为他一直一惊一乍 且面如石灰 这个模样 妹子就是嫌疑人 阿黑解释道 这是因为被害者大壮 之前跟他约好了 要在那个点去播音室碰面 正与二人约碰面的原因 阿黑脸色一清 决定还是带到棺材里 幸好这时 大壮的女儿坠续的贤轻 阿美转移了众人的注意力 他表示这个事情还用问吗 竞选下任村长的一共就三人 现在就死了两个 凶手和动机都一目了然 阿美思路清晰 三两句话就展现了 拨训于木木警官的推理能力 而锋芒毕露的言语 直指剩下的那个后训人 正义书 正与说也赶紧辩解 不会是一个村长的位置 有必要让我连杀两人 此言诧异 在柯南这个弱肉枪食的世界 机会总是靠自己争取 二人炒作一团 而木木警官作弊上官 可能是在等一个人炒鹰 就可以直接解案 这时一旁的柯南却过分安静 只见他正抽着自己的笔记 研究从案发现场 抄下来的写行破 这一研究他难得的暴露了自己的 知识储备不足 柯南告诉小兰 自己就是看不懂这些升降服的含义 幸好名字弹小兰一年就看出 这些玩意儿在钢琴里 指的可能是黑色的钢琴键 这些符号是升半音和降半音的意思 这让柯南若有所思 另一边阿美经历惊人 还在指着正义书 让木木警官抓人 就在这时 老柯排了一句吓人的台词 终于让场面安静 明白吗 下一个就是你了 众人十分差异 又是柯南虚虚解释 原来只要将英文字母 依次填入钢琴键 然后用乐谱上的音符对应翻译 这个乐谱之谜就解开了 刚刚表演的是 大副死亡现场留下的乐谱信息 而大壮死亡现场的讯息 柯南取得幸福后 也立刻在线翻译 夜会的怨恨在这里消除 小镇子的故事不多 所以这句一有所指 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话 冲一下就让人想到了麻生贵二 这让正义书和阿美都暂停地吵架 而一旁的阿黑更是直接疯掉了 活着 麻生贵二 快来活着 是不可能的 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了风魔 原来是村子里的老警察听不下去了 他站了出来 一个客观的过来人身份解释说 当年他们搜寻过现场 而其中找到的牙齿 破真架实 确实是麻生贵二的 当时的现场十分惨烈 所有东西都被烧掉了 除了一份因为放在薄行箱 得以幸存的琴破 这让众人大吃一惊 说那个琴破现在在哪里 老警察表示 新部就在公民馆的仓库 但是仓库的钥匙还在派出所里 那你赶紧去拿过来啊 木警官有点生气 失去了对长者的尊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细节之处见人品 于是老警察听言 立刻冲进了夜色里 而柯南不太放心 烟鬼随了过去 很快二人走出了木警官的视野 便放慢了步伐 聊了起来 柯南问老警察 12年前的那把货 真的是麻生哥儿自己放的吗 老警察表示 应该是的 因为这件事有目击者 且数量还蛮多 那就是前村长叉杀 现村长大壮 候选人大富 以及普通村民阿黑 这让柯南大失一惊 因为四个目击者里 竟然有三个都死了 剩下的那个也已经崩了 你就直接说没有呗 至于坠绪大辫子 他是三年前来到这个岛上的 并在前阵子 和村长的女儿阿美 有了婚约 这个花蜂 知道的是NPC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酒厂的人 接着是村长的秘书 秘书哥 老警察表示 这个人比较胆小 而且确实很神秘 平时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不过我经常看到 他和大富先生 在公命馆里鬼鬼祟祟的 大爷知道的有点多啊 最后 柯南连郑义书也不放过 问老警察这个人咋样 对此 大爷给出了极高的赞赏 说他可是个 又正义又了不起的人 就是有点急心子 这么看来 郑义书当村长 靠的还真是实力 我还以为是靠的柯南 一个多小时后 二人终于坐到派出所 若干个小时后 老警察也终于找到了钥匙 这时小兰匆匆赶了过来 表示因为老警察和柯南太慢 木木警官那边都下班了 原来因为月魄里有一句 怨恨在这里消暑 木木警官都打认为 联环杀人案已经到此接受 所以先行解散了 但柯南知道事情不妙 因为月光作明曲 还有第三乐章 如果是他 肯定要把它用完 于是 柯南小兰和老警察 再次回到了公民馆 目标是被老警察 保管下来的情谱 仓库外 老警察慢慢吞吞 柯南不住催促 等待间 不远处的情房 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柯南赶紧冲去 然后破门而入 只见一个小黑 正在钢琴前鬼鬼祟祟 看到柯南闯进 他吓得破窗而出 突有一抹妖娇的黑影 柯南还想追 但却在黑暗中 被一个人形绊倒 只见这个人 正趴在地板上 被柯南踢到后 他嗷扬了一声 柯南顶尽一看 原来是还没死的大辫子先生 然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又传来了小兰的叫声 老柯过不及大辫子 又朝仓库冲了过去 原来是老警察 终于打开了门 而门后 有个人竟然先来一步 并调皮的死在了这里 那便是 阿黑先生 只见阿黑掉在房梁上 冷静的模样 让柯南直接放弃了取杰来 就保护起了现场 快去加木木警官 老警察一个起身 只好又跑一趟 然而大爷刚走 柯南就被身后 传来的巴金一声 吓了一跳 原来身后的桌子上 放着一个录音机 刚刚的巴金 就是他停止运作的声音 磁带上的数字表明 该磁带能播放一个小时 那么单面就是30分钟 柯南立刻推测 阿黑先生 是在30分钟前去世的 和前两个案子一样 阿黑的死亡现场 也有一封情谱 其中手艺的那张 用情节密码 写着两个字 遗书 原来是自杀 木木警官瞬间赶到 毛雨大叔也即刻排除 原来 这次情谱 内容具体 先是以阿黑的名义 承认了他杀害大富 和大壮的罪行 然后又以生动的笔法 结束了背后的动机 心目中表示 阿黑是为了掩盖多年前 由他和两位死者 以及前任村长 以及麻生归二 一起犯下的罪行 所以就伤害了二人 接着他又因为特别愧疚 所以就自杀了 好一个愧疚 这不是告诉我们 在杀人时 一定要编完整剧情 在伪造自杀时 一定要给出原因 考虑到木木警官 想下班的心情 离谱点没关系 但不编绝对不行 毛利大吃一惊 原来12年前就去世的麻生归二 也在这个故事里 不然你以为 你是为了解决什么来着的 人口问题吗 木木警官表示 遗书中还说 想出这个钢琴密码的人 就是麻生归二 想必他们是用这种暗号 密谋过什么事情吧 这让毛利也瞬间理清了前因 他表示 麻生归二先生 一定是把这件事 用暗号写进了琴谱里 而阿黑先生 为了掩盖过去 就偷偷摸摸前进了仓库 想要先一步毁掉琴谱 结果他却发现 他找不到 所以他就自杀了 木木警官难得否定 表示毛利老弟此言差矣 阿黑先生他 明明是因为愧疚自杀的 幸好柯南还算清醒 他告诉二人 阿黑上吊的地方 表面却没有可以垫脚的东西 人家用超能量鞋 跳上去的不行吗 还好博士的发明 没有流入市场 否则要多出多少悬案 木木警官觉得 柯南说的有点道理 正常人自杀 确实要垫个脚 这时柯南又告诉二人 那个时候他在琴房 看到了一个可疑的人 众人这才想起 大辫子还躺在琴房里 只见大辫子伤得不轻 脑子出现了震荡 身上还留下了脚印 一时半会 没法补充剧情 于是众人让他再躺一会 先期阿美非常感人 此刻在一旁哭哭哭哭 露出了死爸爸时 都没出现过的悲伤表情 而一旁的柯南 却在大辫子的兜里 忽然发现了一个锤子 这是 然而这时 不要碰大辫子的东西 这些阿美过分吃心 不许私人碰男友的东西 虽然他并不认识这个玩意儿 但柯南已经认了出来 那是一种 用来给钢琴调音的工具 名叫调音锤子 这让柯南抽着大辫子 陷入了沉思 没看出来啊 便终于解决了一个干扰剧情 这时木警官让手下 把嫌疑人给叫回来 他要去村公所 加个夜班 而众人一走 柯南就窜进了 眼前的钢琴下面 原来他看到 那个破霜而逃的小黑 摸索什么 于是小兰也好奇的凑了过来 结果不摸不要紧 这一摸 柯南发现了一个暗格 推开后 暗格里便撒下了一把粉末 柯南小做观察 一阵黏摸 指尖的触感 他有点亲切 没错 是在夏威夷抽过的海洛英 这里漫画中是直接上嘴了 据说这次重置 青山唯一的要求就是 一定要好好和谐这里 所以我们至今不知道 那天柯南有没有上头 看到没有 柯南也是会犯罪的 只是有的人妄图通过重置 修改我们的回忆 修正卧客的黑历史 画面一转 村公所里 众人再次聚集 而柯南在一边 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 难道真的上头了 原来柯南想起 第二个案发现场的血迹 总觉得有个地方不合常理 到底是哪里呢 这时 见证官难得的办了实事 只见小哥 实时的送来了 第二个案发现场的照片 此刻他正主张摊在桌上 于是柯南立刻错过来 一阵端响 这一看 柯南立马发现 在大壮的身体旁 曾出现过一个红色光点 但尸体移动后 光点就不见了 紧接着 秘书哥也站了出来 为柯南提供线索 这见秘书哥请示目目警官 能不能出去买瓶水 因为他手有点疼 而不是 因为他嘴有点渴 这引起了柯南的注意 于是柯南立刻跟了出去 看到秘书哥真的在买水 他不顾人家口渴 竟丧心病狂的说了句 说说你的袖子上有白色粉末 这把秘书哥吓得慌了神 一只缠了新鲜绷带的手 一通乱舞 一个装满硬币的钱包 发迹坠地 而钱包里掉出来的 竟然是大把外国的钱币 这让秘书哥突然焦急 于是他谁都不买了 就拔腿离去 就在这时 巨型持续推进 只见老警察终于找到了 麻生归二的秦鲜 慧眼诗人的他 越过木屋警官 直接就给柯南送了过来 柯南不等老警察翻开 直接就抢了过来 只见秦鲜依然是钢琴密码 而密码里 公公正正的 写着故事的答案 给我的儿子诚实 柯南立马问老警察 当年和麻生归二 一起死去的 不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吗 老警察表示没错 但是 他其实还有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 小时候生了一场大病 所以一直在东京中院 他的名字已经记不清 隐约记得是叫诚实 柯南理清了剧情 这位老警察 但凡早点拿出情谱 早点说出儿子的事 这个案子也不至于拍两斤 柯南立刻回到了 大壮遇害的波音室 看着大壮趴过的操作台 一幅幅片段在脑后飘起 只不过这次 每一幅都有答案 柯南终于明白了一切 这时 灵神态也适时的走了过来 突出的画面比较血腥 没有再拍 没多久 大听的印象里传来的声音 让木警官下半失败 木木警官 请先不要解散 我已经明白了一切 毛衣的声音 都是能从各种奇怪的地方出来 阻止木警官下班 首先 柯南告诉木警官 打晕大辫子 然后破窗而出的人 正是秘书哥 他手上新鲜的刷痕就是证据 原来秘书哥一直利用 钢琴下的暗格 和大副做毒品交易 今天晚上 他是来取回剩下的毒品的 但是没想到 竟和大辫子撞了个阵仗 不过秘书哥 并不是这起上岸的凶手 这就要从第二起命案说起了 波音室里 柯南无情推理 毛衣丝尽风景 故事回到了大壮的案件 当时大家根据磁带的空白推测 大壮与海的时间 是在发现尸体的几分钟之前 但奇怪的是 现场有大壮血迹画出来的琴图 那个时候已经完全干了 弱大一个柯南扑出去 都没给他哗哗 而血液干涸 5分钟是完全不够的 也就是说 其实事情是重要的 凶手杀完人后 播放的是磁带没有声音的那一面 等这一面放完 磁带就会因为凶手设置的自动放带功能 开始播放另一面 这才出现钢琴走鸣曲 也就是说 听到声音发现尸体时 已经是大壮与海30分钟之后了 现场照片里出现的红色光点 就是自动倒带按钮的光 他的突然消失 电视凶手趁人不注意 透露关掉了该功能的证明 而当时没有机会接近尸体 关掉按钮的人只有一个 就是诚实医生 众人十分震惊 柯南进去推理 首先 诚实医生在第一期按键中用到磁带 是为了给第二期和第三期按键埋伏笔 让大家以为凶手是在音乐前的几分钟空白内逃走的 而用淹死的方式对付大父 则是为了支开几方的夜食官 让夜食官只能把尸体运回东京解破 于是第二期命案发生时 锦上的医生程实菌就成为了夜食官 而死亡时间什么的 自然就是他说了算 至于动机 这就要从12年前的火灾说起 柯南表示 麻生哥二并不是寸杀的 而是由情人村长叉叉 县村长大壮 吐吐人大富 以及普通村民阿黑 四个目击者合伙杀死的 当年他们四个利用麻生哥二去海外演出的机会 让麻生哥二帮忙用钢琴贩毒 当麻生哥二不想再配合时 四个人就残忍的杀死了他 殊不知这一切 都被麻生哥二在临死前用情谱记录了下来 并作为遗孙想留给诚实医生 没错 前进诚实医生的真实性命 应该是麻生诚实 而他真实的身份 也不是妹子 而是麻生哥二 那个因为生病而留在东京 所以存在感不太高的儿子 那么东京也就很明显了 是为了给家人报仇 说到这 众人忽然发现 刚刚光注意听故事 却没注意到麻生城市已经不见了 柯南听到了喧哗 但他立刻意识到 麻生城市一定是去了公民馆 那里有着他父亲赠予的钢琴 画面一转 公民馆的琴房里火势弥漫 原来麻生城市放了一把火 此刻他正坐在钢琴前 重温父亲的最后一刻 这时柯南突然坐了进来 手中还攥着一别琴步 于是火焰也纷纷让路 柯南看出了诚实的想法 便赶紧劝阻 让他不要自杀 正如父亲麻生哥二 在琴谱遗书里所说 一个人也要好好活下去 然而诚实表示 如果他早点发现了这封遗书 他也许会考虑一下 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原来诚实并没有见过遗书 他只是单纯的不相信 父亲会伤害妻女 所以才隐姓满民会来调查 结果在两年前的一天 他在琴房跟琴村长说了这件事 琴村长就直接吓死了 临此前还把所有事情交代了 说吧 诚实告诉柯南 自己已经和那四个人一样 双手沾满了鲜血 所以 说到这 诚实突然狙起了柯南 然后把我哥从窗户蹭了出去 柯南再次爬起来时 公民怪已经被火海吞噬 一切已经来不及 火海里传出了诚实弹钢琴的声音 用熟悉的方式翻译后 柯南听懂了这最后的讯息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大电子哥到底是什么角色 原来 他只是一个麻生龟二的仰慕者 所以这几年来 都会时不时去给那台钢琴调音 也正是难为你居然没撞到秘书贩毒被灭口 而那封署名为麻生龟二的委托信 柯南表示 是诚实一声 为了有人能够阻止他而特地寄来的 没想到事情反而更顺利了 事情终于结束了 柯南趴在灰尘的船上 体会着人设的微微变动 感受着心灵的惨痛成长 这让他有点烦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看完这一集 我发现动画组确实是有润色剧情 只是他们用的是删掉更多细节的方式 不过最后的推理部分 确实是补充了点东西 先提示要结合旧版一起看 并顺便修正了音响能对话的bug 最后麻生城市暴露身份后 说话的声线也特地做了改变 这差不多就是这部翻牌的所有滑点 这期说到这了 再见